Hello,大家好,回到Pokemon劍盾 今次回來就要試試打第二賽季的單打 積分單打,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同 現在就是第九級,因為上次應該是大師球級的關係 所以繼承了到第九級,即是超級球級 即是下一階就是高級球,然後再就是大師球 都是比較方便,但又比較遺憾的就是沒辦法去試超級球以下的環境如何 好,這裡來個單打,急不公開呢,當然公開了我隊 看看行不行,如果行的話就再公開了 那這個位置就是這隊了,對 而我自己還未試過效果如何,還未知道 嗯,就找到對手了 看看對手究竟是單打那些,是什麼單打重 這個九級的 OK,一看到已經是相當麻煩的一個精靈了 相當麻煩的精靈 那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猜他一開始有機會出鐵甲杯 鐵甲杯 我猜我出一隻獨棄箱子,然後再劈砍施力 那他也有隻沼王,所以我就可能比較麻煩一點 嗯,沼王 嗯 OK 如果他出一隻沼王的話,那我兩隻水已經不行了 對,我兩隻水已經不行了 基本上 其實也有點難搞,因為 我不知道是沼王會是純樸還是吸水 那都可以一試的 可以試下放鯉魚龍,然後再加砍施力也行 嗯 嗯 應該可以的 嗯 嗯 好,先試一下這樣,他有機會放地鼠擺頭 其實 如果放地鼠擺頭其實也挺麻煩的 挺麻煩的 擺頭 好,好久沒打過單打 這次就試一試這個單打如何 新賽季的第一場單打 我自己就打過雙打,試了一次 下次再拍給大家看雙打 好 對手出的是鐵甲背 如果鎖鳥就出了鐵甲背 嗯 如果有化學氣體,他的連鎖特性已經被我廢除了 這裡也有好處 嗯 這個位其實最好就是出妖精或者毒 對的,但是他有鋼系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聯防 可以用這個妖精 神奇精氣先 對手用的是破壞 竟然都 嗯 看看對面放什麼技能 馬上來破壞 現在正常來說沒有連鎖 對手用的,以我所認知 這裡神奇精氣精 會不會打死呢 對,差不多死了 但是有一血筋的影響 所以就不死了 這裡 然後其實這裡也不需要特別好害怕 我們這裡照用 一招烏泥彈 因為一百命中,他又不知道會換寵 他有機會再用連鎖都沒有 對,我不知道 嗯 這裡用飛兵,理論上會不會好痛呢 不會好痛 我預計他打三隻左右 兩隻夠不夠呢 兩隻 這裡非常好 完美壓制鐵甲背 非常好 好,擊中了要害也沒有問題 暫時有優勢就是先殺了一隻 看看後面那隻是什麼 嗯,後面那隻會是什麼呢 究竟是 究竟是多龍還是龍頭地主呢 這隻是 矯王 矯王的話 看看他有什麼技能 有機會放大地之力 如果放大地之力其實都蠻危險的 但是我這裡都會被迫上 因為已經扣了很多血了 67我就不可能極巨 他也沒有極巨 所以神奇升起車來看看 先看看 好,看得出這個矯王肯定是這個 這個叫什麼 防禦比較高 但是這一下的處理令他加了特防 其實也有點麻煩 這個要極巨,沒辦法 如果再不極巨就覺得很危險 我覺得 對了,要立即極巨 這個位置 可能極巨遲了 如果上一下極巨會比較好 但我沒猜到竟然是用處理流 處理流的確比較麻煩 希望他在這裡用賀欠 如果用賀欠的話 就有好處了 嗯,我迫於無路都要立即極巨 這個位置 加得很少血 134還要有機會被他打死 但是我速度才比他快 這個極巨妖精 希望他可以用狀態技能打過來 好,可惜這裡帶不走 嗯,看看他有沒有用自我再生 如果有的話就開始比較麻煩 處理也是用OK 基本上可以帶走的絞皇 非常好 好 而且這裡已經不可能用其他技 因為怕打不死 所以一定要用妖精 即使後面他聯防都沒問題 最主要就是要廣州對面的絞皇 想不到一隻獨起雙子在這裡大派用場 那單打 又破了鐵甲背的連鎖 這隻絞皇開處也比較打爆 好,下一隻 開來見我 最後一隻 諾托母 火電諾托母 相對來說比較麻煩 對我來說 有機會他這個放電是眼鏡 眼鏡 眼鏡的放電 這樣也比較麻煩 有點麻煩 對,有點麻煩 那我還是要極具這個鯉魚龍 極具鯉魚龍 我相信他也會用火 不,他應該下一次是用雷 用雷技 好,這裡不要 對了,我沒有了極具 極具給了毒氣雙子 對,不要緊 他這裡肯定會用電 即是極具電 我估計剛剛那一刻應該是眼鏡 不過就算不用眼鏡也能打死我 因為我那隻沒有加防 沒有加特防 好了,這裡 諾托母變大了 好,這裡上水炮 一的射過去 基本上打了一半都已經很好 用極具閃電 沒問題 一下子就帶走了 然後再看看後面那隻 那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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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叫做什麼 忘記了後面那隻叫做什麼 看看那隻尖石中不中 如果中到就有機會贏了 這裡中了 劈斬司令 只要尖石攻擊打得中 我就會贏了 這一場 那MVP依然是毒氣雙子 如果贏不到就差一點 因為這隻不是我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 對了,練血弓 所以這隻就 沒有可能比電軌 因為它的電軌應該是有加速的 極具火爆載下來 那我還有一血筋剩 只要這一下不中我就輸了 好 好 馬上來個尖石攻擊爆擊他 爆擊他 好棒 好棒 嘩,剩下一滴血 既然是這樣,但不要緊 我用突襲也會贏 這個劈斬司令可以說是突襲之鬼 因為你看到劈斬司令他必定有這個突襲 我自己覺得劈斬司令也會有一招突襲 以及一招的試刀 兩招來做過彈性 就贏了這場賽事 第一場首勝 也算不錯 再打一場看看 究竟會不會出現磨寵 很好奇有多少磨寵會出現 因為單打多數都是磨隊磨寵 如果處理不到就很大機會被他玩死了 想不到單打第一場是首勝 我雙打頭兩場都要輸 頭兩場都要輸 有了,第九level 對面那隊很白 對面那隊五隻都白色 OK 有先制的巨甲 有先制的巨甲 雙虎戰狼 之後有那隻茶杯 那理論上他們的特性 算不算很特別呢 普通 有鋼系有兵系 基本上很多系都有 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用這個劈斬司令好像都不錯 因為他沒有什麼邊可以抗到這個惡系 不如我手法就放劈斬司令 但都不行,怕怕的 嗯 那手法是鯉魚龍 這三隻都是 這三隻打上去 因為劈斬司令用來劍武 然後突襲打他們 我覺得都有用 好,一如這樣 而毒氣雙子為什麼不出呢 因為他太多可以打到我的屬性 或者打擊面 我至少估計有雙虎戰龍 還有女降龍可以打我的毒氣雙子 而哥德 我不是預算在這裡出 哥德 都不是預算在這裡出 所以就投我 中間那三隻 劈斬司令中間那三隻 我對手還沒選 好,對手在最後兩秒一秒就選了 來了 還有新賽季的規則都比較不習慣 因為他由60秒變成45秒 我經常都看到他在倒數 經常都提了要按技 所以變少了15秒都差很遠 對手出的是茶杯 女降龍 對,女降龍 什麼女降龍都比較麻煩 對於我來說 女降龍是非常麻煩 因為他有電技 對了,這隻是有電技的 而我沒有一招打得很痛 哎呀呀 我這裡其實也要被迫著飛 這個位置 龍波 我這位要被迫著飛 我們先做個極具水流 極具水流 然後被下一隻不斷摔上去 最後一隻就是保底 就是這樣打 OK 希望這次都打到一半 如果他沒有極具的話 不過也很難不極具 很難不極具 看到女降龍這一條 被人虐殺的魚 好 咦,沒有的 十萬伏特應該不死吧 對,這裡沒有死 打了一半 麻痺? 嘩 神經病啊 這裡馬上麻痺? 十萬伏特的麻痺 神經病啊 認真嗎? 那怎麼打呢 大佬 有點難搞 沒有下魚 我還怎麼可以打穿這隻東西 沒有什麼可能 沒有下魚打穿他 極之困難 唉,沒有了 這裡他用龍技打 龍之波動 我起碼打了三分之一 不止的 打剩三分之一 應該是吧 對了,如果這個人有下魚 一定會打到很多 對手出的是反射壁 反射壁 反射壁 蜜糖加強 竟然有反射壁 很有策劃 不過也沒有用 老實說反射壁 因為剛才如果下雨的話 我可以一發帶走 你見到血量扣了一半 如果下雨的話更加傷 至少可以打多 打到是紅 打到是紅 這樣基本上好很多 看來雷降龍沒有龍技 難道 難道沒有龍技 這麼久 對了 所以其實單打化石龍 真的很好 拿分 拿分是一隻神器 只要你不停咬 基本上就上去 我猜他應該都會用雷技 看來他都沒有龍 爆擊 嗯 還好 我自己就不需要再怕他龍之波動 看看他後面有多少重 如果他出淡魔忽忽忽 據估計應該都不會馬上 據估計應該不會極巨 這是什麼 巨甲 巨甲也比較麻煩 巨甲 很麻煩 而且他一代都不會極巨化 很麻煩 因為極巨了 他就沒有那些仙制 突閘車下來 不算很痛 我疏有一直咬到尾 但因為有牆的關係 以及他是水系 所以理論上都不會打得很痛 嗯 嗯 有幾個彎 他那個場 他的場五彎 水蟲 應該還可以打 應該還可以打 好 只要我們磨到反射壁圓為止 然後下一隻 下一隻一路突襲下去 劍武不斷突襲 可能有機會 我預計巨甲武者不太能打進 鐵斬司令 劍斬司令 這位竟然是對手換走 嘻嘻大龍馬就是淡魔忽忽 淡魔忽忽其實也不是適合他做極巨 因為極巨了沒有一星一二 也沒有了維根 嘻嘻 你看看 有落雨中得了 就是那個無落雨弄得我這麼劣勢 那10% 他們用冰柱炸下來 理論上不會痛得很多 我想剩下三分之一 原來我沒有血 那沒有了 那沒有了 那這個位置其實一定要突襲 這個位置一定要突襲 因為這個位置如果不突襲 它是比我快的 我一定要趕走下去 出一隻巨甲武者才會再劍武 會好一點 一如這樣 如果它換重的話也可以 那我就可以開劍武 對手換走 非常聰明 出一隻巨甲武者 做個仙制 其實都很麻煩 非常麻煩 估計它應該都會用型頭一擊 那型頭一擊好像是加二 我沒有記錯 主要我想都是型頭一擊 那我這一下只要... 喂?它極巨 極巨蟲 極巨蟲是降... 極巨蟲是降突攻 我猜應該是極巨蟲 其實它三隻都不適合極巨 因為這隻是仙制之鬼 不過太高火未必能打穿 看看它可不可以幫我加攻 這裡開個劍武 然後它再用極巨的技能打下來 要不就用水技 極巨水 極巨水 沒有加到攻 都頗危 這裡一滴血 很高攻 擊中有遙寒 難怪不得 我想為何這麼高攻 好 這一下呢 將會是... 將會是缺勝蟲 但是這麼多血 就算爆擊都未必能打中 反而如果它用極巨蟲 我都可以試一下 但因為它有水 當然要用水 因為蟲的話... 蟲的話就正常回 但水的話應該會高攻一點 極巨蟲傷害的威力 對面其實很謹慎 你看它選招就知道 又放在反射牆 去死了 對 這樣就打不中 非常高貨 唉 你看一開始那個... 就是沒有水 沒有水 如果有水的話 其實都可以 好了 這裡輸了 非常遺憾 暫時這次的單打打了這麼多 好遺憾地沒有出現的魔寵 我還撿了兩隻魔寵出來打它 好 這次單打打了這麼多 大家記得想... 拿這個BP的話 記得打一下這個單打 雙打即分 越快打越好 因為根據不同的環境而定 那些精靈 如果一開始你已經在掌握環境 你掌握到的話就可以馬上去 而且一開始變化不大 一開始 所以盡量都... 三天左右 或者頭幾天去打 頭幾天去打應該會上得很舒服 OK 這次先玩這麼多 下次再玩其他Pokémon的檢量系列 拜拜